脚趾往外漏水 俩朋友都被冻出了毛病 其中一位是真中风了 另外一位假中风 跟脑梗特别容易混淆 那有什么样的区别 给大家两个关键词 一个是眼眶 一个是一半 这让我们注意它这个眼眶吗 在临床上我们也是有一些小的诀窍的 真假中风跟温度有关系吗 都是有一定的关系的 其实也是在屋里洗澡啊 哪有什么温差啊 温差是无处不在的 会加速心脑血管疾病发生 那这个温差我们建议控制的多少 健康亦身轻 越胎越年轻 今天来到现场 为大家传递靠谱健康知识的 是我们的老朋友 来自中国医科大学 附属圣经医院 神经内科主任医师赵东雪医生 欢迎赵老师 欢迎赵老师 大家好 今天的健康女主播 我是夏雪 大家好 我是夏雪 欢迎大家呢 关注我们健康亦身轻的 微信公众号 随时和我们进行互动 好 今天在网络端 为大家服务的是曹雪 大家好 我是曹雪 大家也可以关注 健康亦身轻的抖音号 随时和我们联系 今儿是腊月十八 四九的第四天 也是二十四节期当中的 最后一个节期 大寒 俗话说的好吧 大寒大寒 暴成一团 大寒自然也就是天气最冷 冷到极致的那天 这不 有两位朋友吧 就被冻出了真假中风 去年十二月的一天 湖南省衡阳市 75岁的雷先生 觉得外面太冷 在家洗澡时 突然感觉半侧肢体麻木 意识不清 一侧嘴角无法闭合 家人以为是洗澡 冻出了中风 就把雷先生紧急送往了医院 前不久 福州的刘先生连续熬夜工作 一天晚上回家吹了凉风 第二天早上一觉醒来 便发现左侧眼睛无法闭合 刷牙时左侧嘴角直往外漏水 连脸上的肌肉也发麻不听使唤了 因为担心是中风 刘先生吓得赶忙来到了 福建省级机关医院 神经内科就诊 俩朋友都被冻出了毛病 而且俩人症状还都挺像中风的 但其中一位是真的中风了 另外一位是假中风 难道真假中风 真的都能冻出来吗 网友微微子就说了 这个事还真发生过在他爷爷的身上 说有一天他爷爷早上起床的时候 突然是口歪眼斜 然后家人就立马给他送到医院去了 然后到医院之后 也是紧急地进行了抢救治疗 然后医生跟他家人说 把心放到肚子里 他不是中风 是面瘫 这个假中风是什么意思 难道就是面瘫吗 其实在我们临床上 在我们神经科也是非常常见的 这个跟我们的脑梗 特别连像 特别容易混淆的这样的一个疾病 叫做特发性的面神经炎 也就是我们说的周围性的面瘫 那表现的都特别像 连神经内科的医生都说 他俩特别容易混 对吧 那一个是中风 一个是面神经炎 那有什么样的区别没有 那么在刚才提到的这两位朋友当中 的确有一个朋友 他是真的是中风了 而另外一个 他就是跟我们说 跟中风很连像的 就是我们说的面瘫 那么其实这两种疾病要想区分 在临床上我们也是有一些小的诀窍的 所以我们会给大家两个关键词 我们通过这两个词 可以对这两个疾病进行一个简单的区分 那么一个是眼眶 一个是一半 眼眶是什么意思 是让我们注意他这个眼眶吗 其实我们看到一个人 他出现了一个嘴歪眼斜 我们第一想法 包括老百姓第一个想法 就这个人中风了 嘴歪眼斜了嘛 可是我们观察这个人 他的这个嘴歪眼斜 我们要以眼眶为界 我们要看看他这个歪斜 出现的问题是在眼眶以下 还是在整个包括眼眶上 和眼眶下的面部都出现了问题 那么如果他的这个歪斜 他的这个问题是整个的一个眼眶上下都出问题了 那我们就把这种情况叫做周围性的面瘫 那么如果他的这个问题仅仅就是出现在眼眶以下的面部的肌肉 眼眶上的活动都是正常的 那么这种情况我们就要高度警惕 它有可能是这个中风导致的 那也就是说面神经炎的患者 它是从这个盆楼一直到我们这个下巴这个位置 它都是不能动的 那刚刚说到的如果是中风的话 也就是说比如说脑门啊 眉毛啊眼睛啊这些都没问题 从眼眶往下鼻子啊嘴啊这些是不受控制的 对总结的非常到位啊 的确是这样的 为啥呢 为啥呢 太奇怪了 为啥呢 其实这个问题呢也挺简单 简单跟大家科普一下 我们把这种面部的叫表情机的活动障碍 我们就叫做面摊 那么在医学上我们会把这个面摊呢 区分为一种叫周围性面摊 一种叫中枢性面摊 它的由来呢简单点讲 就是我们的面神经啊 它有一个合团 那么这个面神经核是一个细长的 一个椭圆形的这样的一个合团 这个核它分成上下两半 就是以我们的眼眶为界 这个面神经核它的上半就是支配的 是我们的这个 这个上面部分的一个表情机的运动 那么面神经核的下半的支配的 就是我们眼眶以下的这个运动 那么这两个合团 它的活动肯定要受到上位中枢的一个控制啊 那么就像我们电线一样 面神经核的上部 会受到双侧的大脑发出的神经的支配 面神经核的这个下部 它只接受对侧的大脑神经的支配 所以就很容易理解了 如果这个疾病 它损伤到了一侧的大脑 比如说我们说的中风啦 出血啦 它可能肯定是只损伤到一侧的 那么面神经核的下部 它只接受对侧支配 它就出问题了 但是上部它会受到双侧的支配 所以如果一侧出了问题 对侧还能代偿 所以这个时候 我们的面神经上部是没有问题的 那么只有当双侧都出问题了 或者是我们的整个的一个面神经 它整个都有问题了 才会出现我们所有的一个障碍 所以简单讲啊 这是这样的一个区别 就是如果要是脑子出问题的话 可能是分的 对吧 因为上面那个还有另外一半在管 对 要是光下边这个 那可能就是合团出 合团以下的神经出问题了 那么它就不管是哪一侧 它都会出问题的 那这个一半是啥意思呢 说到这儿啊 我想起来前两天呢 看到的这样一个视频 我们去看看 这位朋友的表现呢 我感觉啊 就符合赵老师 刚才跟我们说到的一半 它呢是被确诊为脑梗 所以赵老师是不是脑梗 也就是中风的患者 他的这个发病的症状 都是一半一半的 大部分的我们说脑梗 或者是脑部的中风 它的症状都是一半一半的啊 因为我们知道人体的支配 有一个很明确的一个 这样的一个叫对侧支配 比如说我的左半身 它就会受到我右侧大脑 发出的一些神经的支配 我的右半身呢 就会受到我左侧的大脑 发出的一些神经的支配 所以当我们脑部出现病变 大部分它都应该 要么左侧 要么右侧出问题 所以人们出现的症状表现 都是半侧 这里边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一旦说我要是 比如说中风了 脑子有问题了 我不光我这个对侧的一个脸上 可能会出现一些表现 我的这个对侧的这个四肢 就对侧的这两个 肢体 是不是也会有表现呢 对 那我们说中风普遍来讲 它的这个症状可能就不单纯的局限于 是偏瘫 或者是失语 或者是我们说的口眼歪斜 因为我们知道每一次中风了之后 它的这个损伤的这个区域可能特别大 所以它会出现几种神经障碍的这个症状 可能又麻又不好使 说话又笨又口眼歪斜 要么是半侧肢体的麻 要么是半侧肢体的这个没有力量 要么是可能是我们出现一半脸的一个症状 那么如果是面神经炎的这个患者 它的这个症状呢 就只出现在面部 只表现为面部的一个表情机的一个活动的障碍 它不会伴随有肢体上的一个活动问题 那开场那两位朋友 谁是真中风 谁是真的面部神经炎 这一下大家就一目了然了 对吧 医生对雷先生进行一番检查后发现 雷先生的确是因为洗澡时温差过大 造成了急性脑梗 这病呢来的时候 一侧的面部表情机腾瘫 表现为就是一侧的额蚊没有了消失了 然后呢一边的眼睛闭不上 从此就判断它是属于一种作为性的面堂 节目一开始呢 盈盈也说了 真假中风都是可能被冻出来 他说这个跟温度有关系吗 他说的对吗 对 当然了我们说不论是中风也好 还是我们刚才提到的一个特发性的一个面神经炎 他跟这个寒冷都是有一定的关系的 咱们先说一说在家洗澡 导致这个中风这个事啊 冬天室内外的温差很大 然后呢就容易出现一些心血管事件嘛 这个咱们科普了这么长时间了 很多上年纪的这个树沙 以后他们也学聪明了 就是我有一个过渡 不从一个非常热的房间里 一下就到一个非常冷的一个环境 好多人冬天都不去澡堂了 然后就早上在西洋里边洗 这怎么这个温差 怎么还能说有中风出现呢 是啊 我们这个互动群里边啊 基本上啊 所有的朋友都在问一个问题 说这个我一直也是在屋里洗澡啊 哪有什么温差呀 其实我们大家现在逐渐的 我们也了解到了 其实这种寒冷的季节 温差过大 会对我们的身体造成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这个伤害啊 所以我们可能现在都知道了 我们尽可能的减少这种温差 减少对身体的这个影响 但是实际上这个温差呀 是无处不在的啊 洗澡时的水温和室温的变化 它也是温差的一种 洗澡水温和室温呢 就差15度啊 这个应该好像还挺正常的吧 您看它不像是说我们室内外的温差 能达到那个三四十度怎么大 首先呢我们要跟大家明确一个这样的概念 我们说温差到底差多大叫温差 你说差多少 你差15度 你差20度 哪一个温度会对我的身体造成一个什么样的一个伤害 健康一身清 下节更精彩 洗热水澡 先洗身子再洗头 它这个说法有道理 先洗身体再再洗头 先洗哪 正在播出的是 健康一身清 新年好呀 新年好呀 健身祝你新年好 没有热烤 没有复当 健康健康 跨浙糖多健存 健存零浙糖酸奶全国销量领先 君乐宝如意 多吃海产品等高点食物就能预防或改善假减吗 对内陆地区缺点的人 多吃海产品的确可以改善和减轻假减 但是对远海地区本身不缺点 如果过多的点 会反而引起假状腺功能的异常 所以不需要刻意地去补点 史阳国医假状腺医院提示您关爱假状腺健康 正在播出的是 健康一身清 广告之后欢迎回来 这里是健康一身清 欢迎大家呢 关注我们健康一身清的微信公众号 以及抖音号随时和我们进行互动 好 今天来到我们现场 为大家传递靠谱健康知识的是老朋友 来自中国医科大学附属圣经医院 神经内科主任医师赵东雪医生 欢迎赵老师 欢迎赵老师 大家好 极早水温和室温就差15度 这个应该好像还挺正常的吧 您看它不像是说我们室内外的温差 能达到那个三四十度这么大 那我们知道我们的血管啊 跟所有世间的万物一样 它存在着一个叫热胀冷缩 那血管也是这样的啊 那么如果是温度的剧烈的变化 就会使我的血管一会儿收缩 一会儿舒张 那么这种剧烈的变化 就会对我的血流产生了一个巨大的影响 这种剧烈的变化 就会导致你的血压忽高忽低 这样的有一个剧烈的波动 比如说你家里的温度如果过低 那么你洗澡之前你脱掉了衣服 你去掉了这种保暖 可能你的血管就要发生了一个变化 你洗澡的时候 如果你的水温又过高 因为很多老年人他喜欢洗热水澡 他把这个浴室里边的温度弄得特别高 那可能这个一冷一热 对你的心脑血管就是一个刺激和考验了 那么这些都会加速我们心脑血管疾病发生 这样的一个情况 那这个温差我们建议控制在多少呢 现在大家知道保护自己了 基本上到了冬天 这个外边特别冷的时候 老年人也知道减少外出去洗澡 减少这种温差的变化 在家里也不可避免的 要有这种温差的一个产生 那我们还是希望这个温差是越小越好 所以如果要是有剧烈的 15度20度以上的这种温度的变化 可能温差越大 对我血管的考验就越大 另外也不是所有人冬天 洗澡的时候都有这个得脑梗的风险吗 是不是他首先他得有这个血管的斑块的脱落 再一个呢就是有这个血管本身啊 洗脑血管就有点问题的人 才有可能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我们说其实温差的这个考验呢 对于不同的人它是不一样的啊 如果你是一个身强力壮的 身体条件特别好 没有任何基础疾病的 可能这个温差对你的影响就没有那么的严重 但如果你是一个年老体弱啊又同时合并了高血压 糖尿病心脏病动脉硬化有很多很多我们说心脑血管疾病的危险因素 那么这个温差的变化可能对你来讲就是一个很严重的一个考验和刺激 所以我们大家也要根据我们自己的一个身体的状况来合理的去调整这种温差的这个影响 赵老师 关于这个水温的事呢 我们互动群有一个叫大贝壳的朋友啊 他有话要说了 他说呢 在冬天去泡温泉的时候 很多的地方呢都有两个池子 一个这边这个池子呢 是38度39度左右 然后另一个池子呢 是28度29度左右 然后很多人呢都是先去泡这个38度这个池子 泡完了之后呢 再去这个凉水的池子去泡一下 那这样的话岂不是是更不好的吗 嗯 其实这样啊 就是冷热交替来泡温泉泡澡的朋友呢 还真是不少 甚至还有人认为啊 这样是对身体有好处的 危汗的时候 那你就要到冷水池去收敛一下 把你的浅热释放一部分 表热要把它排除掉 那这样整个身体就会很舒畅 做到冷水的刺激以后 它可以把下半身的血液往心脏里面送回来 减轻心脏的步骤 那这个洗澡的方式会对血管产生压力吗 其实这个现象在我们北方还是挺常见的啊 那我们很多人都很喜欢这种感觉 我去泡温泉 尤其是如果外面下着雪 飘着雪花 然后我泡着温泉 我觉得特别的这个惬意啊 是爱的 享受生活 但是要知道 其实这种情况并不适合我们东北 因为我们东北太冷了啊 那像今天我们外面这么冷 如果你这个这样子泡着温泉 对身体的伤害是很大的 但是的确是有一部分人他觉得 哎呀我这个过一下冷水 我再过一下热水 对我的血管是个锻炼 是个刺激 那我的血管可能会健康 会更好 首先呢我们说 这个过冷和过热 肯定对我们的血管会有一个收缩舒张 收缩舒张这样的一个刺激 那么有这样的人一种说法说 这样的会锻炼我们的心扉功能 这样的可能会对我们的身体的适应能力 会有个提高 是好事啊 但是我们一定要这个因人而异的去看待这个问题 如果你的身体素质特别好 特别棒 那么我们可以在我们从年轻的时候 我们就对我们的身体有一个逐渐的一个训练啊 锻炼啊 有个适应的过程 那可能我这个习惯一直延续到老 可能我的身体是一个逐渐逐渐 我就适应了这种变化 或许对你的身体是有好处的 但是如果你岁数已经相对很大 身体条件也不是很好 那么你还要是这样的一会冷水一会热水 可能就会导致你将来发生血管意外的事件的 这个概率会更大 所以我们一定不要盲目的去学别人啊 我们去进行这种冷热交替的这种刺激啊 一定要根据自身的条件量力而行 室温的事也好解决啊 那我们洗澡之前可以先把这个浴霸打开 然后保持这个温度在27度左右 然后我们再开始洗澡呗 对 其实室温的问题就更好理解了啊 有很多老年人到了冬天 他会尽可能减少洗澡的次数 因为可能家里边就不是那么太暖和 那么可能你这个一洗澡一脱衣服 可能都觉得浑身一机灵啊 特别冷 那么他也知道 这个时候我进去洗澡不好 所以如果你家里边不是很暖和 那你就想一些办法呀 可以用一些浴霸呀 或者是用一些什么方式 把家里边进行一个加热 那么如果这些我也都没有 然后我也要洗澡 那么你可以先在你的浴室里边放一点热水呀 把这个浴室里边的温度抬起来 然后呢你再缓慢的去脱掉你的这个衣服 让身体有一个适应的过程 然后你再去洗澡 尽可能减少这种温差变化 对身体的一个伤害 所以这么看的话 在外面洗澡的时候 还是不要冷池子热池子来回撩了 是吧 平时在家洗澡的时候呢 要注意 不要让这个心脑血管受刺激 增加中风的风险 这不嘛有人就出招了 我们看一下他的这个方法 洗热水澡先洗头 会增加心脏的负荷 增加心血管疾病发生的危险 正确的顺序是 先洗身子再洗头 他这个说法有道理吗 正在播出的是 健康益生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越看越年轻 今天来到现场传递靠谱健康知识的 是来自中国医科大学附属圣经医院 神经内科主人医师赵东雪医生 欢迎赵老师 欢迎赵老师 大家好 洗热水澡先洗头 会增加心脏的负荷 增加心血管疾病发生的危险 正确的顺序是 先洗身子再洗头 他这个说法有道理吗 就是我们洗澡的顺序的问题 先洗身体再洗头 先洗脑 那我们知道 其实在我们人的身上 我们认为哪最重要 或者我们认为哪出了问题 可能会更严重 心和脑 心和脑 那我们知道我们的四肢 可能相对来说我们的血流 这个会对血运的这个变化 当然它的这个影响 可能不像我们的心脏和我们的脑血管 这个意外发生的这么突然 当然如果你的室内外温差很大 或者你去洗澡的时候 有这种剧烈的一个温差的变化 那我又要洗 我怎么样的一个洗澡顺序 尽可能减少对我身体的伤害 那我觉得如果你是先洗四肢 后洗去干 后洗我们的头 我认为这个是一个 很靠谱的一个方法 那为什么呢 可能你的这个让身体 先有一个血管 有一个适应的过程 这个温度的变化 血管的梳张 会有一个这样的一个适应的过程 等我适应的差不多了 那我再让我的这个脑血管去适应 可能相对来说 会减少我们脑血管 发生各种意外的这样的一个风险 所以可以先打湿这个身上 先让躯干上 先这个逐渐的适应 然后最后我们再去洗头 是一个保护 第一条新闻里面的雷先生 他是因为洗澡被冻出了中风 而第二条新闻里 刘先生是被冻出了假中风 真面瘫 我们一起回顾一下 去年12月的一天 湖南省衡阳市75岁的雷先生 觉得外面太冷 在家洗澡时 突然感觉半侧肢体麻木 意识不清 一侧嘴角无法闭合 家人以为是洗澡冻出了中风 就把雷先生紧急送往了医院 医生对雷先生进行一番检查后发现 雷先生的确是因为洗澡时温差过大 造成了急性脑梗死 我们互动群里很多小伙伴听到这个消息之后 就表示非常着急了 我们有一位朋友说 他每天上班的时候就是骑电动车的 然后还有很多朋友表示自己来 是送外卖的外面小哥 因为他的工作就是需要来骑电动车的 那岂不是一工作就要吹冷风了吗 大伙先别急 咱先把面瘫这个事来弄明白 什么叫面瘫 怎么回事 咱们知道面瘫的学名叫面身经验 而周围性面瘫跟面瘫是一回事吗 周围性面瘫就是我们说的叫特发性的面身经炎 也叫特发性的面身经麻痹 这个人表现为从额头到眼眶到面部的表情期到闭嘴 这一串的表情期都出问题了 新闻里的朋友这是因为天冷吹凉风之后导致的这种面谈吗 对 其实我们大家都知道很多人都会说 吹凉风夏天吹空调 尤其小邪风 吹邪风了 窗屋根底下睡觉 其实我们确实也看到很多人就是这样得病的 夏天的时候很多的年轻的孩子 大学生高中生趴在窗屋根底下睡觉 然后吹一觉睡一觉醒来之后发现嘴外眼邪了 这样的情况确实很有发生 那我们说其实到目前为止面身经验仍然是病因不清楚 我们认为它跟你自身的免疫功能免疫状态是有一定关系的 那么吹风也好 着凉也好 还有的人就是病毒感染 它就是诱发你发作的一个诱因 所以我们看到大学上有那么多人的人在吹凉风 也不是所有人吹了凉风就一定会必然会出现面谈 所以大家也不要过度的去紧张 但是一旦已经发生了面谈的时候 医生也一定会叮嘱这个患者 你要戴好口罩 你要防止在这个期间的继续的着凉 诱发你疾病的一个加重 所以我其实还是建议大家 不论说你有没有这种情况 那我们冬季做好面部的一个保暖 其实这个还是很有必要的 面神经炎应该是炎症感染 那就应该有传染源 要么就是病毒 要么就是细菌 那咱们退这个一万步讲啊 就算它是无菌性的感染 那它这个内部也应该有损伤吧 它这个情况就是吹点风 受点寒 它怎么导致得上这个病的呢 其实很多患者在临床上会问我们这样的问题啊 医生啊 我得的是面神经炎 那一听这个炎字 我就有炎症啊 所以他经常就会跟我们说 给我用点香叶药 给我用点抗病毒的药 你给我开点这样的药去吃 那其实我们简单点说 面神经炎 它虽然叫面神经炎 它不是一个真正的炎症反应 也就是说 它不是由这个病毒或者这个细菌 它直接感染了 导致的我们的一个炎症反应 它是一个无菌性炎症 什么叫无菌性炎症 由于这些病毒感染也好 由于这些着凉受风也好 诱发的我一个自身的 面神经的一个自身的一个免疫反应 自己产生了一个免疫的异常 所以这个疾病在治疗的过程当中 通常我们也会给它用一些 特殊的抑制炎症反应 抑制免疫反应这样的一个药 所以正常在治疗的时候 我们都会加一点小剂量的激素 那作用就在这 冬天在家洗澡 中风咋还冻出来了呢 室温和洗澡水温差过大 容易诱发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生 那么具有心脑血管疾病 相关危险因素的人群 一定要控制这个温差 吹冷风吹出假中风 中风和面瘫咋能分清 中风多半会有一侧肢体麻木 无力的症状 面瘫多半它的症状只局限在面部 提示各位伙伴 关注健康医生亲的公众号和抖音号 上面有更多健康信息 跟大家一起分享 如果有健康方面的问题的话 可以通过私信留言 我们将协同医生朋友 为大家来解决您的健康困扰 好 今天就到这了 健康医生亲 我们下期再见